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剛剛有提到 先trim 再subt 這個是二選一 它不是兩個都要 它是兩個其中會需要一個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call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如果把它再加一個if 所以這個應該是外面是if 如果呢 它這個call 有沒有 call的結果是什麼 應該是小於27 就用trim 那如果大於12 應該是什麼 小於 應該是小128才對 應該小127就沒有包含127 那反思的話呢 那就是用subtitude 所以怎麼做比較簡單 當然我們乾脆直接就把那個if放這裡好了 然後把這個刪掉算了 當然你如果不刪掉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把剛剛的那個subtitude剪下 然後改成什麼 我們改成插入一個if的邏輯判斷 如果 有沒有 然後把剛剛的 這個trim 這個我們就自己下一個call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這個call 我的習慣是直接自己打 因為沒幾個字 call 刮鬍 然後a3的話 就指的是這個除成個底下 他就把a3帶過來 然後後刮鬍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用那個call的函數去判斷 他是中國還英文的話 那我可以小於12 後面加一個判斷 因為他得到可能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我小於128的話 如果小於128 那應該就是用trim 所以把trim貼過來 OK 那反之的話用subtitude 那如果subtitude 你說那個太冗藏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你先按確定 然後再到這邊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起來 記得這個可能不太容易 點一下有沒有 上方我的習慣是點這邊 然後把這個公式選起來之後 不要選到等號 按右鍵複製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沒有難 OK複製 然後再找到剛剛 這個取消一下 複製完記得取消 再切到剛剛的公式 那我的習慣是 再把它叫出來 是點一下if 再點一下插入函數 它就跳回來了 OK 有點可能會比較容易做錯 但是你做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切還好啦 OK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到force裡面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不就得到 我們要的答案 應該可以看懂吧 OK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是今天最難的 不過以後還有更難的 OK 所以如果這麼難你都會的話 那表示應該你將來遇到問題 就不是很困難的事 所以if call tring subtitle 按確定 看看有沒有OK 打勾 看一下向下填滿 沒有問題 中文它就完全沒空白 因為它用subtitle 英文的話呢 它會留下空白 也沒有問題 所以右邊這幾個 你可以把它刪掉 留下也沒關係啦 那當然我會希望說 就這一串喔 OK 那這個公式的話 如果你假設怕記不起來的話 我記得好像雲端上也有 你們自己找找看好了 OK 或者是說影片自己截圖 因為之前有同學自己截圖 OK 好 那也就是今天的練習 就是把前面的工作表 通通完成了喔 再來的話就是最難的 就是 這個已經四個了吧 後面還有四個應該算難的 再來我們切到最後練習 最後練習 最後練習這一道題 上個禮拜有講過 就是把這三個資料 變成一個手機號碼 那規則的話喔 開頭一定是09 所以這個人的電話碼應該是09 111嘛 然後一個減號 一定要三個字 如果不足三個字呢 就補一個0 然後一個084 然後如果它只有一個字的話 就補兩個0 那你會發現補0 其實跟什麼有關呢 跟它裡面有幾個字有關 如果兩個字的話 補一個0 如果一個字的話呢補兩個0 所以加在一起的話呢 他們一定都是三個字 所以喔 如果你找出規則 那假設這一道題 希望你用and rept 加上len 請你把這件事情完成的話 請問應該怎麼做 OK 當然你也可以問QRGPT 我想應該 我試過好像它也OK 但是如果不用QRGPT 你也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OK 試一下 你說老師 那如果不用REP加LN 可不可以有沒有別的解法 有 有 用哪一個函數呢 我記得好像用TEST可以 這個我想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這個手機號碼 假設你完全沒有任何輔助 你可以自己做出來 那你應該 理論上以後遇到問題 應該就不是太 太 就是 不是什麼問題啦 你應該可以很快解出來 但是如果實在不行喔 真的你也可以call help 你可以call什麼 call恰語E看看 請恰語E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問題敘述一下 我看一下我好像在雲端上 好像曾經有做過吧 我不確定喔 所以你們如果要找相關的解答的話 請你在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文件 之前 這個是CHARGP 這個是REPT 這個是身分證字號 這個是判斷男女 之前我也有做過 那我看一下 這個如果 這個其實雲端上都有參考 然後train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好像沒有放上去 如果沒有放上去 我等一下可以把它 在這裡有啦 所以剛剛那個有沒有 判斷那個就是空白的 這邊也有 那將來我會講說它是在第幾頁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透過右邊這邊有個拉桿 它會顯示第幾頁 這個公式在第九頁 所以如果你假設拉桿拉下來 找到第九頁 應該也會看到這個公式 我是建議你自己打 你不要整個複製貼過去 那什麼叫ASCII Code 就這個啦 這個當然你不知道 好 那最後練習就是答案 其實喔 我有把那個問題 試著做過 應該是OK的 它公式也OK 但我們可能先不要用TRADPE好了 那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各種方法 試錯也沒關係 喔